全台北韓已故領袖金正日的遺體告別儀式 今日舉行全國哀悼 執政勞動黨發表文章 說建發核武器是金正日留下的遺產 令北韓由弱小國家變為擁有民族尊嚴的國家 孫小金輝道 金正日的遺體告別儀式在漫天風雪之下舉行 安放金正日遺體的靈舊運上靈車 駛離感受山紀念宮 最前面的車 樹立起金正日的大型畫像 隨後的是他的接班人 第三個兒子金正恩送給父親的花圈 在大雪紛飛之下 金正恩陪伴父親走最後一程 新領導班子胡宋寧車 在金正恩後面的 是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張誠澤 他是金正日的妹夫 將會輔助金正恩執政 駛車在車隊護送之下 經過海船門、金日城廣場 和統一大街等 市內標誌性的建築和主要街道 全長40公里 數以10萬的軍民 在涉事領導以下的寒冬 在駛車經過的道路兩旁 甲道雙宋 向金正日致以最後敬意 北韓勞動黨部將勞動新聞 發表題為金正日的革命遺產政論 將然發核武器 製造人造衛星 新世紀產業革命 和民族的精神力量 視為金正日的三大遺產 其中擁有核武器 是令北韓由弱小國家 變為擁有民族尊嚴的國家 由於大雪天氣 原定在上午10點舉行的遺體 具別儀式 推遲了4小時 電視台現場直播 靈車最後回到錦壽山紀念工 和爸爸金日城一樣 金正日的遺體 安放在玻璃靈舊永久保存 北韓當局 明天會在平壤的金日城廣場 為金正日舉行中央追悼大會 會有10萬民眾參加 屆時首都平壤和各道的首府 會鳴炮 而全體民眾就默哀3分鐘 火車和船隻鳴笛致哀 亞洲電視記者 孫瑟琴不得 隨著金正日遺體告別儀式結束 北韓踏入金正恩主政時代 高層官員就發表文章 誓言效忠金正恩的領導 左右舒適勤報道 金正日的遺體告別儀式舉行之前 金正恩再度錦壽山紀念工 向父親的遺體告別 北韓官方傳媒 最新簽呼金正恩 是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黨和國家以及軍隊的最高領導者 北韓踏入金正恩主政時代 延續金家的第三代戰權 勞動黨部將勞動新聞 刊登了北韓高層人士發誓效忠的文章 包括人民軍袁瑞里悅雪 和內閣副總理趙炳柱等 他們誓言會忠誠於金正恩 為建設社會主義強盛大國 而不懈努力 在金正恩的領導之下 北韓人民將會團結一致 堅決走金正恩提出的 先軍革命的道路 而在遺體告別儀式舉行之前 北韓電視台製作了特輯 播出金正恩生前的片段 由他的青年時代 和父親金日成一起出外考察的情況 到正式接班後處理政務 以及去世前的一段日子 官方傳媒過去幾天 宣傳金正恩為人民福祉而曲弓盡碎 指他是在出外視察政務的時候 在專滅火車上去世的 亞洲電視記者宣傳近不道 各位有細節 稍後回來